小時候背起其他,那時候都會受影響 就說什麼,我要用搖滾樂改變世界 其實長大才發現,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這張專輯才有一首歌叫做 我不想改變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變 其實我覺得隨著年紀長大 我們還是心上會有些改變 其實比較踏實一點 我以前背吉他只想泡妹妹而已 背起吉他其實就很簡單,就是要把妹 對,沒錯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就整天拿吉他 然後就很多女生跟我搭訕 沒有,到底是背起吉他我還要抓頭髮 很重要 當年就是拿起吉他 其實真的對我的人生改變蠻大的 我竟然原本很愛打電動的 後來都不打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現在玩了樂團之後 開始超愛打電動 不能忘本 真的不能忘本 初衷很重要 謝謝電動 對,謝謝電動 讓我發現初衷是這麼重要 我很喜歡那個AJ11代 因為我以前國中 我記得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就剛好11代那時候很紅 那時候很窮 就買不起 然後我現在在他一個工作 我就是毛起來11代我就亂買 對啊,就是哇11代我買 哇11代我買這樣子 那什麼size都買 沒有啦,自己能穿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就是 所以要出很多款 所以我就買很多裝 對啊,錢都被騙光了 個人也蠻喜歡那個AJ11代 那你沒有啊 但我沒有 因為太貴了 看不到總是最好的嗎 好,其實我個人就是蠻喜歡 VANS的那個Skate High 就是因為 雖然現在比較紅的是那個低桶 Old School 但是因為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大家玩龐克團嘛 就會都會穿VANS 然後小時候都是穿高桶 因為我身高比較高 然後穿低桶的會 有點好像穿小孩的鞋 對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都有在穿 就是高桶的VANS這樣 對,其實我小時候我買過一雙 最Shoppa的球鞋 Shoppa 什麼? Shoppa,就是Rebox Sean Camp的那雙 哇 好老 好老 他真的很老 夠老 然後上一次他復刻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買到 我覺得很遺憾 對,然後我希望他趕快再復刻一版 然後我趕快可以讓我回味一下我的童年 如果講到球鞋的話 以前就是學生時期 曾經買過VANS的 就是他有季節限定 然後他有一個就是萬聖節限定 他就是把整個南瓜穿在腳上的感覺 對 然後其實後來他都沒有再出 但是我覺得那個配色是非常特別的 然後到現在都還蠻喜歡 可惜已經穿爛了 大家好我們是 831 我們在酷雜誌 3月號 運作 2 2 4 2 urf 2 2 2 3 8 2 2 5